春节假期刚刚结束 两岸关系就出现积极信号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赴大陆进行访问 他在此行中表示 中国是现代化 是两岸共同的现代化 民族复兴浪潮中 台湾不应缺席 也不能缺席 两岸同胞因携手奋进 共同完成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的制业 这是春节以来首位岛内有识之士 附入促统 侯秀柱此举可以说是 2023年两岸关系的开门红 据台媒报道 侯秀柱28号通过脸书 发出三方面呼吁 他表示台商中心期盼小三通全面开放 也希望两岸直行的行点能够增加 此外 他还提到 前年开始因检验检疫规范 注册管理等因素 台湾食品 农余产品与蔬果输入大陆接连受阻 侯秀柱表示已当面转达台商心声 也得到正面积极回应 洪秀柱强调 当前疫情的寒冬已经逐渐走远 两岸僵局也该冰消雪荣 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不择手段阻碍两岸交流 也别再漠视台商朋友的权益 请给台海和平一个机会 给台湾未来一条生路 呼吁发出不到24小时 大陆就传出一项针对台企的消息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29日表示 去年以来 部分台湾食品企业 未能按相关规定完善注册信息 影响了其产品对大陆出口 近期 包括金门酒厂在内的岛内一些企业 向大陆主管部门提交及补充完善了相关注册资料 并通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新党主席吴承典 金门县县长陈富海等岛内有关人士 和工商团体转达诉求 希望早日恢复对大陆的出口 大陆方面对此高度重视 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 对金门酒厂等符合要求的63家企业 予以注册或更新注册信息 得知消息 金门县县长陈富海 激动地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这是个重大的好消息 是大陆给金门的开春红包 同样前往大陆参与协调的 中国国民党民代陈玉珍 则直戳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罩门 表示与其坐在那干瞪眼 不如直接行动 台湾联合报对此评论指 在两岸经贸金额不断攀升之际 民进党当局基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考量 继续漠视与对岸沟通 如此政府只能用失能两字来形容 港媒评论指 现在两岸关系正受到台独分裂势力 和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与此同时 大陆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前景的力道 也非常大 一方面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一方面加强两岸和平交往的力量 要和平要发展 要交流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 主张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同属一中 两岸关系也能够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中 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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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